最近台灣因謝銀萱和黃劍偉 主演的人選之人 掀起蜜兔風潮 不過黃劍偉 卻也爆出趁機性交醜聞 二日謝銀萱出席活動 難免會被問到此事 關心一下黃劍偉 有知道有看新聞 但沒有私底下的聯絡 因為我覺得 不需要去八卦什麼 但是需要讓出空間給 不管是哪一方 都需要空間 我覺得整個時代 都在往前進 往前走 那有一些事情 其實經過了那個時代之後 跟那個年代之後 開口說出來了 我覺得是 在思想上的一個進步 也是一個社會上的 跨了一大步 因為這件事情是不分男女 不分他跟位階有關 他跟可能很多的事情有關 所以主要是受傷害的人 我都希望能夠得到溫暖 同場的林雨昕 則是來報告好消息 說自己考上了社會系研究所 這位女神竟然還是她的學姐 是台北大學這樣 那我去看了一下台北大學 有沒有什麼 我認識的傑出校友這樣 然後發現 張鈞銘是這個學校畢業的 然後我就覺得 哇這樣 可以成為她的小學妹 她有跟她說這個事嗎 我有跟她說 她就說 哎呀 怎麼想不開回去讀書這樣 然後她說社會所很辛苦 這樣 然後我就說 我因為我關心社會這樣 我覺得我們兩個都有互相打氣 應該說我們整個團隊 都有互相打氣 對 就是 你覺得很失落 對 我也滿失落的 對 對 但反正就是 我覺得大家一起在加油 然後一起再把下一部作品做好 對 對